最回归之作《非诚勿扰》12月22号正式上映了 那片中呢已经曝光了葛优在日本的搞笑造型 其实化身为日本大树的葛优这个造型只是为了博女主角淑琪一笑 除了造型之外呢 她们两个人的爱情纠葛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遐想 《非诚勿扰》本来瞄准征婚题材 但是当征婚征到淑琪之后 冯岛突然发现她可以拍摄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 一场葛优和淑琪分离的戏份 冯小刚希望拍出惆怅的效果 为了让葛优达到要求 冯岛故意出炎香机 过个六七秒钟 你感觉要射了 你抓紧 然后这个抓紧再有七秒钟 你有一个射开 好 别人弄十几条盘 我可以你一条就过了 演惯了喜剧的葛优此刻毫不含糊 和舒淇默契合作顺利过关 此外冯小刚绞尽脑汁为两人设置浪漫戏码 从海边的定情到杭州的依依不舍 甚至在日本北海道的一家小酒馆 换上和服的葛优 拧上了一个塑料鼻子 这副小丑尊容只为薄红颜一笑 年过五十的葛优还为新上人甘愿曼城大宗雄 两人头碰头窃窃私语 又有哪个女孩逃得过这样的甜蜜公事呢 金鱼乐在线 编辑报道